Ayo聊四季天梯的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曲折羅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所以今天我們終於回到了天梯系列 由於最近那個TCA冠軍邀請賽 實在是太精彩了 世界的頂尖高什麼互相傷害 那個戰況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最近的更新都是TCA的邀請冠軍賽 回到天梯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蠻有趣的比賽 好先來看到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大莊園 大莊園旁邊撒向紅田 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波蘭人還有一個特殊能量 就是他挖石頭的時候會產出一些黃金 所以他會變得非常適合打塔風的一文明 因為其實挖黃金是一種商經濟的概念 你挖越多石頭 就代表你的經濟越不好 但是他這個效果可以讓他補正一些經濟 而且波蘭人封建是在開始會回血 所以塔工方面更加適合 所以在經濟場來說 他是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 那後期的波蘭人呢 是打全能型的 攻兵步兵騎兵其實都能打 雖然看起來沒有三級防禦會有影響 但其實影響並沒有那麼的深遠 這主要是因為他的貴族特權 可以讓騎士只要30黃軍 那大洛馬呢有踐踏效果 所以會讓傷害非常的高 所以騎兵方面是OK的 那攻兵的部分也有強弩也有拇指環 所以攻兵的射速傷害也是完全OK的 那步兵方面也都滿了就不用說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方 那現在看到曲折羅人 那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一開始會有兩個果樹蟲 那果樹蟲吃完之後 可能就要一直去打獵或是推路 那因為他的豬啊羊啊 這種可以馴服的單位 是可以放到模仿裡面 慢慢產生食物的 所以他在一開始的情況下 是非常需要吃路的 不敢路的話 曲折羅人很難玩得起來 所以有那種一開一局 就去射對方路的這種玩法 那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他偶爾可以拿這個豬或養出來吃 如果肉真的不夠的話 或是你路來不及趕 就可以選擇直接拿出來吃 這也是一種辦法 那曲折羅人最大的一個能力呢 是他可以讓馬就單位的額外增傷效果 非常多 讓他的閃避馬還有這個駱駝 這個增傷傷害非常高 曲折羅人的後期主要是打寶兵 這個還刃頭指手 然後配上自己的功成戰象 還有相公路線 還有自己的馬就單位 這些都是比較適合曲折羅人的一個後期打法 那曲折羅人其實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是非常OP的 他已經被下修過很多次了 所以他到現在這個版本 已經沒有到以前那麼強大的感覺 又一方面也是因為大家知道怎麼針對他 所以曲折羅人的勝率 已經沒有到以前這麼噁心的地步了 雖然還是不差啦 這個勝率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曲折羅人上方的金礦 其實還不錯 因為這個上方不是在正前方這邊 有點是偏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你這邊稍微這樣圍一下 然後右邊再拉過來就可以守住了 那下方這個位走直接圍到底 雖然這個附近會遺漏在外面 但沒有關係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這邊可以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可以再稍微防守一下 那後面只有兩片木區 但是果子在後面 讓他前起的防守 不會出現太大的漏洞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應該也是會先小微啦 這邊點先小微 然後先出兵 蓋軍營 射箭場 馬就 目前看到打勾這邊 打勾這邊的地圖方面還不錯 左邊可以直接圍到底 那下方這個大莊園的位置 就要思考下要怎麼圍 這邊可以考慮這樣子圍過來 然後再圍過來 雖然在圍的距離有點廣 但至少可以連到兩片木區 而且是直線距離 當然也可以這樣子圍圍圍的圍下來 但其實你這樣子圍斜的過來 支援量是差不多的 只是有點遠 所以你去圍的時候 要放一點槍兵去防守 避免被對方的刺頭給抓掉 兩邊的分數看起來 波蘭人的這邊地圖稍微更好一點 至少有70分 及格以上 主要是因為他的果子跟金都在裡面 算是安全的位置 雖然石頭遺留在外有點危險 如果被控石頭的話 他就沒有其他石頭可以採了 所以要特別小心 趨著羅倫的封建的塔弓 千萬不能被他封命石頭 這兩塊石頭都在外面 還有70分口的原因是 因為他基本上只有兩片安全木區 這兩片而已 如果要算這一片也算可以 下面這一片的話其實有點危險 有點偏太遠 波蘭人這邊是決定下弓箭 射箭場開局 射箭場開局也是我非常推薦的一個開局模式 尤其是對波蘭 因為波蘭人其實前期是非常缺木的 因為你要去撒這個大莊園 支持自己肉量 在前期其實是很困難的 而且通常波蘭人都會在前期 就補下一級農一級木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 所以你看補下了 馬上就補了 所以你補下這個75肉之後 就代表你會少一隻馬舊單位 就是少一隻赤頭 所以你出赤頭的狀況下 可能會打輸對手 那如果是射箭場開局的話 即使對方工兵開局 你也可以立即產出自己的毛兵 那如果對方是馬舊開局 你長槍兵也可以防守 所以不管如何 其實波蘭人前期還是蠻適合 打這個工兵開局 那我們來看看曲折魯人 那曲折魯人這邊的開局 是打工兵開局 那這邊槍兵第一時間已經過去 看到已經出兩隻工兵 吃吼也不敢上前 這隻長槍兵只是去探圖而已 那曲折魯人後方 看起來這個地圖真的蠻爛的 只有兩片木區 是真的只有兩片那一種 這個地圖分數應該只有二三十分吧 太爛了 三十分是因為這兩個 還在比較裡面一點 還有一座石頭 好那這邊工兵已經被解掉 昆蘭人這邊臨死之前 戳到了一下刺喉 好那下方這邊應該可以 圍好了沒有問題 好這邊大中原 可以把這個果子吃完 其實蠻補的 好這裡補下了三隻毛兵 好繼續按 好這邊看到毛兵出來 曲折魯人直接把工兵 先拉回家裡 防守 不太敢出去 這邊可能要轉一些毛兵出來 不然就是要下個馬舅 但是下馬舅的話 操作方面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工兵 射到破爛的槍兵 才可以用自己的刺喉 肉馬去打這個毛兵 最近用這個AI字幕 刺喉這個兩字 他怎麼賭都永遠賭不出來 我在講什麼 所以以後還是改叫肉馬比較好 這個AI上字幕 我發現他有學習機制 其實蠻厲害的 所以上字幕的時間 大概需要花一個小時半左右 字片時間大概也是一個小時多 所以其實一部影片 都要花三到四個小時起跳 花的時間其實蠻長的 所以最近有時候會只上影片 是因為有點太忙 還有其他的工作行程 所以導致只能上影片 如果要上字幕的話 就會有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還是需要上 畢竟最近有在YT社群上面 做個調查 有24%的觀眾是需要字幕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激素 已經有足夠的理由 讓我有這個動力上這個字幕了 雖然很多觀眾覺得說 我的發音 中文發音算是蠻正常的 所以其實不用上字幕 但是我們創作者嘛 還是需要上字幕 才可以 懶到更多的觀眾 讓我們頻道有所成長 好 那繼續回到比賽當中 目前看到 缺德烏人 果然下了一個馬舅 開始在出自己的刺猴 但是一直有槍斃存在的關係 這邊控兵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攻兵只能在家裡 補下一個箭塔 這裡補下箭塔的話 真的會守住 好 那有1級射了 突然現在有1級射的話 是很好打贏對方的工兵的 射程的話 跟對方工兵基本上是一樣遠 好 這邊直接採金礦 那這邊採金礦的意思呢 就是直接把毛兵 放在箭塔下方 因為箭塔的正下方 是沒法發出箭矢傷害 好 但是這邊沒有打算採住 反正直接拉走 因為對方聰明也可以直接打架 好 這時候曲折羅人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 破爛人這邊選擇出態度 毛兵的關係 還有槍兵喔 這兩種單位都是需要Load 而不是黃金 所以他上城堡時代 會稍微晚一點點 好 這裡補了兩個大床園 經濟就會開始變好 好 稍微加速一下散 好 那破爛這邊 一上到地王時代 城堡時代的話 應該會先開出自己3TC 先農上去 因為其實破爛的城堡時代初期 是可以考慮出幾隻騎士前壓的 利用那幾隻前壓的騎士 去爭取時間 讓自己3TC可以正常運轉 唉唷 這裡居然有個洞 然後能夠運轉之後 再繼續補下自己的城堡 轉出這個貴族特權 或是轉奴兵 其實都是可以的 所以 破爛這邊 戰術來說彈性更好一點 曲折羅人這邊上城堡時代 通常都是打這個閃避馬 或是駱駝 那這個情況的話 可能會直接 再補一個馬舊 然後出閃避馬 那這個閃避馬 就是這個單位 斯里瓦姆殺騎兵 那閃避馬 他擁有 可以抵抗對方箭矢的效果 但是很害怕 對方槍兵跟駱駝 但是如果對方出馬的話 自己也可以用駱駝 反制回去 第一時間射掉了 三隻槍兵 曲折羅人這邊秀得非常漂亮 剩下單位 直接用自己的馬舊單位 解決掉了 OK 閃避馬 打工兵還有額外增傷 效果其實很不賴 搞定 好 曲折羅人這邊 可能還有再補一個 城鎮中心 木頭稍微再等一下 那波蘭這一坨兵 雖然大家感覺送掉有點可笑 但至少讓對方收春 有收春的話 他的經濟就會稍微差一點點 所以其實 有點小賺 也沒到賺啦 就是有點小鬧到經濟 好 那波蘭這邊果然是3TC開農 那為什麼叫3TC開農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文明 本來就是開農系的文明 但是對方這個文明呢 是馬舊單位很厲害的文明 所以波蘭沒辦法像以往 就城堡時代 直接開出3TC 那這邊可能要先下個修造院 然後轉出生女 先去招降對方的馬舊單位 做一個抵抗 那再來就是可以轉出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逼迫驅逐羅人這邊轉工兵 因為驅逐羅人工兵其實不搶的 那我覺得轉重裝長槍兵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然就是要轉出貴族特權 這個騎士科技 才有辦法去跟驅逐羅人去做個抗衡 那波蘭人這邊的目標 先是3TC正常運轉 然後大裝原先散個好幾片 這邊把城的中心開得很外面 如果是我想要開這裡 下方一點 上方這裡有個問題 就是他這裡有高地 非很容易被對方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高打地 然後離家裡又有點遠 或是被拆供城堡都不會被發現 所以我不太喜歡這個位置 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裡補下一個大中原 這邊可以稍微灑下 大概再補兩個大中原 就可以 他補兩個 對他又補兩個 補兩個大中原 就可以讓他的肉量非常穩定 而且還可以 含 含這個 支持出兵的肉量 好 驅逐羅人這邊也點下二級農 那波蘭這邊經濟是點好點滿 二農二木 然後 輪走技術也補了 好 開始補馬就 兩邊打一個偏喔 所以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 好 驅逐羅人這邊補下輪軸技術 兩邊打得真的好濃喔 這場比賽我沒有看中間 我知道結果而已 但中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 看一下這邊招翔 喔 這邊招得還不錯 這邊蓋下一棟城堡 這個刺口有機會嗎 應該沒有 應該會砍掉一隻僧侶然後被招走 好 但是這個結局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哇 哇靠這個秒招 直接把刺口拿回來 這個 驅逐羅人有點 靠賽嗎 蠻厲害的 但是這邊 刺口再一刀有點困難 可惜了 如果波蘭這邊有升級輕騎兵的話 就可以直接收掉了 好 那波蘭這邊是3TC 然後4個大中原 直接農上地勇時代 這棟城堡一蓋好 就可以升時代 時代升級蠻順暢的 這邊是7個人挖死 還蠻多的 好 補下一個4級 大會可以買賣 這時候波蘭升級了步兵單位 一級的步兵靈甲 還有護衛技術 這裡補下更多大中原 其實這種地圖 對於波蘭人來說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其實波蘭是非常需要大量的 安全的農田 去做灑農田的 那如果你這個偉大 然後家裡裡面 又有這麼多的空地 可以去灑農田 讓波蘭人其實會蠻好 蠻好過的 好 那波蘭這邊果然轉出步兵單位 因為轉步兵單位的話 驅逐羅人要處理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只能用這個環刃頭死守 去做一個處理 這邊想要再插一根城堡嗎 對 沒錯 這邊插一根城堡可以守住這塊石頭 還有小量的墓區 這主要是可以讓下方這邊 有一個防守效果 這個森林跟森林中間 對方就不太敢從下面直接燒了 那這裡還是有個洞 如果波蘭永發現的話 還是可以去擋下 好 驅逐羅人在左邊上方果然也蓋一棟城堡 他知道這邊被蓋城堡會很難受 自己先蓋了一棟 好 左邊閃避馬 第一時間搶過來騷擾 結果直接被招翔走了 好 那波蘭這邊點下城堡 帝王時代之後呢 還補下了一個首推車 經濟來到最好的情況 好 再稍微加速 哇 兩邊打真的太濃了 好 我們一定要加速一下 好 這邊看到了 驅逐羅人點下了薩蒂利 那薩蒂利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驅逐羅人出兵 食物的消耗量減少很多 如果你要吃粗肉馬 或是自己的寶兵 還人投擲手 還有這個閃避馬 好 這類的單位 都可以減掉非常多的肉類 所以他也很適合後期打這個馬爆 這個大肉馬 好 這邊看到破爛人直接上前 但是後面有四隻生女 不太敢這邊硬打 這邊真的開打的話 對破爛人其實不太有利 這裡又補下一棟城堡 那 奧不齊戰錘兵這個單位呢 他的特色 是每攻擊一下對方的騎兵單位 都會減掉對方的一防 雙防都會減移喔 超厲害的 但是對上這種肉馬或是駱駝 他基本上沒什麼防禦力 所以就會沒什麼效果 因為有觀眾會跟我說 欸 這個 奧不齊戰錘兵怎麼破防效果這麼差啊 我就說你應該是打到垃圾兵了吧 或是這個防守型單位喔 駱駝之類的 就會感覺無感 沒有破防效果 這是正常 好 那這邊看到兩隻獅頭 直接送掉 但是對上一般的單位來說 有升級的情況下 即使對方只有三防喔 你這樣子來說的話 敲三下 就是自己增加三攻的概念 所以奧不齊來說 也不是一個太差的單位 我個人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坦的一個單位喔 血量非常多 95滴血 欸 這個巨頭是不是要送掉了 還沒有沒有沒有 OK 這個巨頭有點失去 人身的方向 一直往前A 好 這邊可能要補下更多的奧不齊 戰錘兵 這邊點下了三級的 反甲技術 還有鍛造技術 三防三攻 然後整個清騎兵 那清騎兵這邊有可能會只上大洛馬 因為這邊上大洛馬的話 待會可以點下 自己的 精冠技術 立刻提克遺產 讓洛馬有這個擴散效果 好 這邊點下精銳奧不齊升級 哇 直上奧不齊 這個打法蠻特別的 通常只有開農的情況下 會比較適合 好 這邊升到精銳了 10加2 攻擊力多加2 然後防護力再增加一些 血量變成95滴血 那這個防護力力 其實跟遊俠是差不多的 雖然遊俠的遠防是7 那... 進防來說 其實跟遊俠很相似 2加3 重點是奧不齊還有破防效果 血量又多 他是一個蠻棘手的 一個步兵單位 好 那果然 曲折羅倫這邊是轉出了 還刃投擲手 還刃投擲手的話 數量一多 就會變得很難打 因為他是人洗奴炮 可以擁有串燒效果 把大量的軍團兵 直接串燒掉 血量 這是曲折羅倫比較 一貫性的打法 好 上方有一邊小貞子 這邊兩邊覆蓋城堡 想要碰住上方金礦 但是這邊有天空手幫忙助陣 看起來 忽然這棟城堡 還是有機會蓋得起來 而且有駱駝 加上閃避馬經過來了 這集大洛馬過去 可能會有點為死一晚 巨型投擲機 可能會被抓掉 反而投擲手的移動速度 是比巨型投擲機還要快的 哇 這個串燒效果 可以嗎 後面看一下這一波打鬥 三台巨型投擲機要走掉了 這邊用勝利招想一下 再一下 哇 撤退成功 還人投擲手不敢硬追 這邊硬追 有可能會損失掉自己的 還人投擲手的數量 因為本身來說 他的血量就不多 如果送掉的話 又不會有這個戰力 他的數量少的時候 完全不會痛 哇 這個奧不喜真的太彈了 被串燒成這樣子 居然才倒掉幾隻而已 雖然大部分都已經殘血了 OK 這邊駱駝過來 稍微擋一下 但是四台巨型投擲機已經開拆了 不然這邊按出更多巨頭 五巨頭開拆 好 串燒 高低串燒傷害很不錯 哇 哇 這個串燒 有感了喔 高打低傷害就是不錯 但是數量太多 還是要稍微拉扯一下 哇 哇 好痛 站垂壁的聲音非常好聽 敲爆 好 好 駱駝上去再硬坦 那我覺得其實驅逐弱人喔 這時候不用再出太多駱駝 就肉碼多出一點就好了 好 這裡果然補下輕騎兵 因為駱駝本身擋 戰全兵效果太好 但是擋對方的大洛馬是很好用的 好 這邊有一台 喔 三台巨頭 四台 直接被收掉 第五台來不及跑 哇 這裡直接賺一千金 賺爛了 好 去著羅羅這邊 直接點下了大洛馬升級 清騎兵升上了 倒回大洛馬應該也會補 好 駱駝這時候有點打不太贏喔 下方也開始在空地圖 好 瘋狂在蓋城堡 但這個城堡好像有被發現 有點蓋不太起來 好 點下銀罐技術 貴族特權已經研發好 駱駝這邊要準備轉出自己的重裝騎士了 那重裝騎士打對方的肉碼 還有環刃頭之手都很好用 就是比較害怕駱駝 所以就要逼驅逐羅人喔 花黃金去出駱駝來防守 但破爛的黃金造價很便宜喔 如果以2比1的黃金來 跟對方駱駝去交換的話 騎士沒有到很虧喔 所以我覺得騎士硬打駱駝 是可以接受 再搭配一些戰錘兵喔 會讓去著羅羅這邊非常難打 好 當然我覺得 遇到這個環刃頭之手 出點大洛馬可能效果會更好 最近他這個單位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如果用大洛馬這個踐踏傷害 可以讓這些單位同時受到這個踐踏傷害的效果 好 當然重裝騎士的優點就是體質不錯 很耐打 血量140滴血 攻擊力16攻 然後砍一刀的話是打12攻吧 因為他禁防四 16-4 12攻 好 這邊直接又開打 清騎兵過來 有點撞到了 想要過來拆巨頭 但這邊組成組得很好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衝進去 損失大量的清騎兵 忽然這邊防守守得非常漂亮 兩台巨型偷吃機一直在開拆 這裡直接棄手 城堡掉了 這個重裝騎士數量來到了33隻 家裡有點被騷擾到了 但還可以接受 那波蘭後面喔 最好只要補一棟城堡比較好 守一下後方大中原 畢竟這個大中原是波蘭的命脈 如果還有足夠的石頭的話 後方待會可以考慮一下 減少自己對家裡防守成本 防守成本如果太高的話 對波蘭來說 也沒有辦法好好的進攻跟騷擾 那屈子路人這邊也很知道 波蘭需要大量落量 所以待會應該還會在上方補一個馬 或是在下方這裏 補更多馬就去直接衝到波蘭的 大中原的附近 好 但上方這邊騎士已經衝到了 驅逐羅人的地洞城堡中心前面 這邊沒有想要直接打掉城堡中心 則是一直往前衝 攻擊驅逐羅人家裡的農田 這邊驅逐羅人大量買賣 賣了一堆木頭 換取了大量黃金 開始按出了駱駝 駱駝數量來到22隻的數量 這邊稍微高打低 上方駱駝佔到非常大的優勢 好 這邊駱駝直接擊毀了 波蘭的重裝騎士 但由於 驅逐羅人的駱駝有這個增傷效果 所以打波蘭的重裝騎士 其實傷害非常狂 太好解了 好 那目前看到這邊沒有問題 所以 壓力守住了 那正前方的駱駝頭司機 可能要被重裝騎士給 收掉 長了一發 繼續拉扯 還刃頭子手打得有點辛苦 這邊有點稍微包夾到了 蛤 駱駝羅人這邊 還刃頭子手被追著打 會有點痛苦 好 稍微高打低 反擊一下回去 唉唷 唉唷 這個位置卡得真不錯啊 重裝騎士 好 要繼續包夾嗎 拉三隻 四隻到高地 直接高打低 好 應該可以撤退走 但是撤退到城堡下的時候 不到二十隻了 只剩下少量十幾隻的還刃頭子手 哇 這樣互打 突然這邊優勢實在太大了 好 上方也是被稍微弄到了一些 這邊攻防戰突然的機動性更好 重裝騎士更便宜 好 這裡補下了新的金礦 前線開始壓制 巨型頭司機 開始產出 再來攻城 哇 環刃頭子手 數量只剩下九隻了 這麼少的數量其實不太能打 完蛋 剛剛又放出來 只剩下五隻 這邊一定要轉出更多的肉馬跟駱駝 當然駱駝比較有效 當然肉馬的用力喔 是要來擋戰隨兵的傷害 讓自己的 駱駝會有更多的生存空間 好 這邊大肉馬第一時間後方抓掉 波蘭的兩台 巨型頭司機 這邊打得非常好 好 那應該可以守住這棟城堡 這棟城堡有重裝騎士還在砍 說不定能砍掉喔 這個血量 好 但是波蘭這邊也是毫不手軟 現在多處戰火 戰隨兵也是到處跑一跑去 上方也補救了馬就 準備來從多處進攻 這棟城堡看來他被手撕掉了 手撕城堡 有點硬要 但感覺有機會 垮了 這棟城堡掉了之後 曲折羅倫可能會很難受 下方這塊金礦沒辦法好好繼續挖喔 會有斷金的問題 這邊曲折羅倫直接打出了 GG 漂亮漂亮 哇 好久沒有看到波蘭人喔 打得這麼的 算是 有想法嗎 不打工兵 然後 但是他已經把所有的 工兵科技也升滿了 然後後面呢 結束的時候還補一下 列克提克一場 因為他這邊是考慮到 後期待會黃金可能會不夠 直接轉出大落馬 用這個踐踏效果 不用黃金也可以有產出大量可觀的傷害 那後期呢 再搭配一些重裝騎士跟戰錘兵 作為輔助 這樣也可以打出非常好的一個傷害 這也就是為什麼波蘭人 其實也是很適合打騎兵的 即使遇到曲折羅倫 反制的方法也是蠻多的 所以也沒有到說 完全不能打曲折羅倫的地步 那我覺得曲折羅倫這一場的關鍵 只有在前期 城堡時代那一波 你要趕快出一堆閃避碼或投車 讓波蘭人 跟你去對塔 或是對城市中心投車 然後經濟被偷垮了 自然就沒辦法爆出這麼多單位 畢竟波蘭後期的經濟肉量是非常誇張的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 是由波蘭這邊拿到了 三萬八的食物 贏了快到六千 非常的多 黃金則是快贏了三千 石頭贏了大概五百左右 木頭大概贏了一千 樹了一千而已 基本上只有木頭少輸一千 其他都是大贏的狀態 經濟非常的好 那兩邊其實都是打一個經濟很好的 所以曲折羅倫也沒有輸的說非常誇張 就輸了三四千算是正常 因為波蘭的經濟本來就是這麼好 但是曲折羅倫這邊有試勝過 但是卻打輸了比賽 這個就蠻特別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訂閱 臼容 五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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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 小居 五百左右 六百左右 五百左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